南部的特派人俊廷 今天要特別來豐盟的學生 有什麼大學法改革陣線 這也是從新竹 在高雄的採訪 羅芳成也有台大的高材生 他說的大學法 其實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但是聽我們的學生看 尤其改革 其實應該是要革命吧 這我來看完不然妳的感覺 其實我們這次的大學法改革陣線 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跟很多的前輩的學長姐妹去聊過 發現說其實學生自治走到今天 因為大學法其實經歷了1994跟2055年 兩次的修法 那其實到今天包括說我們看到很多可能是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 甚至是技職體系的一些段階 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在大學法的層次去通牌 重新做一個檢討的 那目前的話代理政最基本的立場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去全面去提高說 我們認為學生其實就是校務參與主題 學生並不是好像說黃 雖然說在學校學習 可是我們的意見 我們也是應該要去充分的去被呈現在 不管是各級的會議裡面都應該有權的聲音 那麼其實整個大學法裡面關於私立學校跟公立學校 會發現說有很多時候它會做一些不一樣程度的規範強度 那我們會覺得說其實雖然說好像私立學校它是一個 跟公立學校可能會有些不一樣的差別 但是我們認為既然教育應該是一個公共化的一個狀態 教育就是要強要它的公共性 那麼有很多應該要有的規範都應該要被守住 不然的話很可能就會像我們今天看到很多 私立學校發生了董事會去介入到校務 甚至董事會形容太上華 甚至董事會去退回甚至去干預很多校務 校務的會議這些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包括說今天在尤其在大學法裡面 有規範到關於校長同學的部分 我們就會認為說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法條上 不應該好像去對公立學校做一些規範 可是對私立學校卻是不值放任說 讓董事會可以自己去的組建 那導致說到現在連校長這樣最高層級的 校務的一個行政的首長 都會被董事會直接操控的狀況 那帶來真的立場就是希望說能夠做到 至少在校長同學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到讓公立學校分析需要盡可能去同一化 那另外也包括說可以讓學生甚至校方的生意 都能夠在這裡面被體現到 讓先去在大學法規範裡面做到 我們去思考說董事會跟校方之間這樣的一個界線 怎麼樣適當地去化好 然後讓校方能夠真正的獨立 能夠做到比較好的一個大學治理的狀況 一個法應該是要適用 適用各個學校 而且現在所謂的私立學校其實是變成學殿 事實上這個學校 當所謂私立是有人捐款 捐款就是應該公共化的 那有捐款完還是變成私立學校的董事來管 那實在是很彌補 而且現在嚴格來講 台灣的這個私立學校很多 多到已經超過十個學生 七個私立學校學生 所以應該要跟大學法裡面 其實應該做一個法而已 因為它就是大學 我之前的話也是有做過學律會的工作 之前是在台大學院會擔任學律部部長 那其實像我們在道理法聯合陣線成員 其實也幾乎全部都是過去 學生會的不管是幹部 或者是可能是學生議會 議會的一些成員 那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們大法改而正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從學生來出發 因為其實過去的話 可能修法是有可能是專家學者 或是一些利益團體的來推動 但是其實這一次我們想要做的是 我們全台去走 我們去全台不同的學校 我們真的下去跟各個 不管是現任或是前任的學生會的同學 一起來做討論 重點是能夠把學生會真正的困境 呈現出來 在這個討論區中 我們更能去想 我們用學生的方式 我們怎麼理解這些問題 然後怎麼想出一些方法 所以我覺得其實 其實修法當然是我們最希望達到一個最終的結果 但我想更重要的是 在這個過程中 學生會可以是史無前例的去做一個更大的成果的串點 而且我們跟我們去想說 怎麼樣讓整個讓在台灣所謂的校園民族可以真正落實 那希望是有學生有下而上來做起 聽眾人 國家進步的動力 由這個已經感受到我們國家前進的力量 我們像嚴格來講 現在這個 包括這個 學校的這個方式 然後 學校的治理 然後 感覺上沒有民族 如果感覺到的話 好的 謝謝我們同學 謝謝 謝謝